各路丐邦混集人間妖域齊齊搵食 最近更多了一班假和尚加入戰團 記者早前直擊 每逢週末夜晚 幾個穿著袈裟的假和尚 都會踩入有人間妖域之稱的蘭桂坊 向外籍人士花園 當遇到友善的外籍遊客 他們就會打蛇除棍上 將市價大約30元的佛珠 外價去到100元出售 間中都會有外籍人士落搭乖乖付錢 不過現場所見 大部分人都撒手零頭 或者鼻枝側吉 一行五個人工作五小時 合共有五六百元進帳 假和尚的裝束多可憐真 但看真點 腳上那雙格格不入的交拖鞋 就出賣了他們 據知情人士透露 假和尚選擇在蘭桂坊落手 是因為有同道中人交路 向他們散布外國遊客 出手闊爵猶而握的信息 引來越來越多假和尚 這個情況也引起警方關注 日前採取行動 拉了兩個來自內地的假和尚 其實蘭桂坊 一向都是丐幫盤據的熱點 而且個個都身懷絕技 有大叔大跳熱舞 也有少女賣唱 收入相當可觀 立法會議員陸仲雄批評 警方執法不力 令到假和尚禁之不絕 擔心本身是旅遊熱點的蘭桂坊 被行黑集團進駐影響本港形象 OINTV東網電視新聞台不到